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机会成为黄先生的小弟子 来到现场和大家分享古诗的魅力 四位弟子 洛座 宋别也是我们古诗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 古人在宋别的时候有很多的仪式 比如说会涉酒渐行 会吟诗作父 还会折柳相送 那古诗当中的宋别诗经常会出现 长亭西洋或者是岸边垂柳 那诗的题目也都有赠别送的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几首送别的古诗 一起来体会一下古人在送别时候的离愁别序 小弟子们将分别讲述 以送别为主题的古诗 看看哪一位小选手能够率先回答出诗名 并且至少配送出其中的两句诗句 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了 请 大官 还有示范带头做人 我们俩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东边和西边 本来很容易就可以见面的 可是分别时候好久也见不了面 去年分别时候还是冬天雪下的很大 雪像一片片的花瓣一样 可是在今年呢 倒已经是春天了 满树的花儿都开了 风一吹 花儿随风摇摆 像飞扬雪花儿在跳舞一样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完了 太棒了 谢谢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弟子 抢答 开始 哪位怪 王天佑 王天佑 告诉我 你的答案是 别是二手 其一 南朝 泛云 洛阳成东西 常作经时别 西去雪如花 今来花似雪 太棒了 回答正确 为王天佑加一分 这首诗呢 非常短 但是呢 其中借用一冬一春一雪一花 就把这个长长的别情和心中的思念表达了出来 有一些啊 我们这个考古啊 包括这个古文专家认为啊 这首诗呢 它是写一种情绪 而不是真的正在送别谁 它创作了许多关于送别的诗 它甚至还写过一首诗就叫送别 模拟的是一个女子送自己丈夫的场景 她是个男人 她和自己妻子呢 也没有长时间别离 所以说 它是靠模拟的情绪来表达送别的场景 因此我们推断呀 它应该是曾经在某一个年龄的阶段 和非常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人 有过别仇 有过离婿 所以呢 才会经常在诗里边 写关于送别的话题 这首诗写得非常的好 希望大家能够和小鹿姐姐一起 来朗读一遍 别诗二首 其一 南朝 范云 洛阳 王城东西 长作 金石别 戏曲雪如花 金来花似雪 来二组编 请 三秦之地就像世卫一样 保卫着雄伟的长安城 亲爱的朋友 你就要去四川了 四川那么远 我在长安根本就看不到 我们的情况多么像啊 都是远离家乡在朝廷做官 只要有你这个好朋友在 就算我们不在一起距离很远 但感觉就像你还在我身边一样 所以我们在十字路口分开的时候 什么也做不了 肯定难受的就像小孩子一样 哭得都湿了衣裳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 讲得好弄人啊 告诉你们 这其中小朋友在讲故事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如果挑出来的话 额外可以获得一分 抢答开始 好 方考辰 宋渡少府之任蜀州 唐 王伯 成雀府三秦 封烟万五金 与君离别意 同事换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无为在其路 儿女共沾金 回答正确 亲到各位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在小朋友讲述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就是后面一句 无为在其路 儿女共沾金 无为他刚才小朋友 我们讲的是什么来着 好像是在十字路口告别 应该无为在这里面的 正确解释是 没有必要去伤心 不要在 就是不要 但是我们的小朋友 就讲成了 碌碌无为 没有作为这个意思 对 刚才没有听出来 这个小小的错误 这其实是劝慰对方 对 不要在我们分手的地方 就是泪水连连的 不必如此 是吧 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首诗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宋渡尚府之刃蜀州 尚府在古代的时候 是县位 这个是宋别 他的时候 王伯为他写的一首诗 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后面的这几句了 对不对 对 一起来诵读一下这一首 宋杜少府之刃蜀州 好 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好 宋杜少府之刃蜀州 唐王国 城队府三秦 封烟旺无金 与君离别业意 同事换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天涯若比林 无为在其路 儿女共战金 读这首诗的时候 虽然是送别 但能感觉的出来是两个好男儿站在路口 没有洒泪相别 而是豪言壮志互相激励的场景 这也是一种送别 请 哇 六月里的西湖好美啊 和我在其他季节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 你看那变绿的荷叶 一层一层的往远方铺开 看不到镜头 就像有蓝铁连接在一起了呢 你看那湖面上 那好多美丽的荷花 红叶叶的 天涯一照就更加好 更加漂亮了 我的好朋友 多希望你能留下来 陪我看着这美丽的西湖风光啊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你 讲得太好了 请落座 谢谢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弟子 三位小选手抢打开始 还是张浩尘最快 好 小出镜子色 宋 林子方作者阳万里宋朝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雨似时同 揭天连夜无穷碧 任日荷花别要红 回答正确 这首诗呢 我们都特别熟悉 那这林子方是谁呢 他就是作者阳万里的朋友 同时呢 也是他的下属 他要去福州任职了 因此啊 阳万里为他写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诗 那其中呢 我们看到 接天 还有呢 映日 一个天 一个日 道出了这首诗当中呢 广阔的意境 那其中呢 还有 无穷碧和别样红 这是两种色彩 因此整个诗啊 浑然一气 意境无穷 阳万里其实内心深处 不希望林子方离开杭州 他认为林子方留在杭州 会有更大的作用 因此呢 此时此地 此情此景 阳万里是用杭州的美景 想告诉林子方 你不该走 大家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啊 再看这首诗 讲的都是美景 想一下 阳万里 看着林子方 内心有千言万语 想留住你 但是又不方便直接出口 因此 写了这么美的四句诗 这 又是另外一种送别的场景 舍不得 来 我们一起和小鹿姐姐 小初敬慈寺 送林子方 小初敬慈寺 送林子方 送 阳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语似石同 接天延日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要浓 我长期远离家乡在外面心里很不是滋味 现在又要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远的地方 朋友现在送我来到了江边 最早朝 天灰晖 天灰蒙蒙的 全然 似乎要下一场大雨 一阵阵风呼呼地刮着 许多烙花都被风吹起来 拍到这江岸 真不知道这一切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你 讲得真棒 那么这是我们 想好学堂当中最后一首诗了 三位 抢答 开始 王天佑 是不是 王天佑 快 相送南朝和训 客心已百念 孤游重千里 江岸雨日来 浪白风初起 回答正确 那这首送别的诗呢 就是跟别的诗不太一样 别的诗呢 比如郑汪伦 对 是送这个送走的这个人 给他写的 送什么谁 对 小初静慈寺送林子方 还是林子方要走 谁是谁 别 这首诗呢 是这个相送 是送给宋人的人的 这一诗 跟其他的诗呢 有一点不同 何训啊 很喜欢四处游走 他呢 最有名的呀 除了这首相送之外 还有一套 五首叫相送联剧 什么是相送联剧呢 他和伟岸 还有叫王江城的 另外两位诗人啊 三个人一起出门 然后呢 另外两位是送他的 送别的时候没有哭哭啼啼 三个人相约啊 咱每个人啊 写四句 然后连到一起变成一首诗 这个有点像中国啊 近代的时候啊 文人开始创立的一种 叫取水流伤的玩法 也写一句 咱们连起来 何辙押韵 所以呢 何训啊 就对相送有特别的情怀 经常在和朋友道别的时候 不是别人送他诗 是他送给别人诗 同时还带着其他的诗人啊 每人写四句 如果愿意的话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找 他写的这个相送联剧啊 那五首非常有意思 你们可以猜一猜 到时候看笔法或者是文字 哪几句是谁写的 每一个人的性格又是怎么样 通过文字能感受得出来 所以今天呢 四首诗 有我送你 有你送我 有我舍不得你走 和我让你放心大胆地走 来 最后一首相送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好不好 一起来诵读 来 相送 南朝何训 客心已百念 故有众千里 江岸与玉来 浪白风听起 谢谢 谢谢我们四位非常可爱的小弟子 那么今天呢 这三位小学生 在我们的小小学生当中呢 表现得也非常的棒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谁可以获得 在骑牛抢玩具当中 十秒钟奖励的时间 一起来看 在本轮听故事猜堂式的比赛中 一号选手和二号选手 各答对了两首鼓师 得分相同 都可以获得十秒钟 骑牛抢玩具的奖励时间